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房子是不错 它四周比较空旷的这么一个豪宅 据说值几百万 当然它看起来是从Google地图上拿下来的照片 有点这意思 所以什么意思呢 我想爆出这个消息的人 这个网站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很深度的参与到为不同势力进行摇旗呐喊的这么个网站 应该是可以这么说 因为它某些报道的方形性太强了 而曝光这个王岐山呢 其实目标有点冲着习近平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是王岐山跟习近平联手 在揭起了整个习近平一心想反腐 利用反腐来恢复什么一个做法 在这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之后 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这个说法之后 第二天李克强在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常委会上讲 直接点名五个著名国企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移动中电信 大概是这五个说超度腐败极端腐败 也就是说习近平这儿说打老虎 然后李克强那儿就把谁是老虎的须子 谁是老虎的尾巴就给直接点名了 那你打这些国企的话 打的是这国企的拥有者和实际掌控者 那应该就是各大势力的家族 而在习近平的这种他们配合的操纵之下 其实我们我就像上期节目跟大家说 最终他打到哪儿呢 这是个问题 可是能够品出来 包括在有关外交的一些政策上 品出来习近平自身的在重新树立威望 因为习近平曾经在这个讲过这么一段话 在政治局的会议上 说这个不能用后三十年 否定前三十年 这个不否定前三十年的说法 让人不寒而栗 因为前三十年那是毛泽东 所以其实我的眼睛里呢 确实习近平有着太子党的想法 他本身在这个毛泽东的统治年代呢 吃了挂闹 其实受了很多迫害 这一点上我们跟大家描述过 包括刘元他们这一辈太子党都是受过这样的迫害 但是呢他们的心目当中可能真的有一点认为呢 这江山还是他们的 毛泽东迫害不同的中共的高官和家里面的这些人 变成了家里的事 大家能明白我说那意思 是人家里的事 他有这个有这个意思 大家记得刘元去跟这个毛泽东的孙子和握手 意思就是毛家与刘家呢 这样的以刘少奇的惨死的这样的恩怨呢 一笑了之 说一握手一握了之 没了 毛家跟刘家和好 其实我们就能品出来 他们还是把自己当成这个国家的主人 习近平有没有呢 感觉上有 那习近平所树立的包括一些国家主义的说法 这是海外媒体都有这么讲 国家主义的说法 包括一些民族主义的说法 复兴之路的说法 这里头有着暗含着一点 其实习近平可能他在相当某些方面 是不否定毛泽东 甚至是赞许毛泽东的 也就是说他在突出个人的某些做法 这个我们能体会到 所以这也就是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 他敢对江泽民的人下手 如果习近平以这样的方式 想重塑共产党本身的合法性的话 那就错了 如果想恢复当初毛泽东的概念 树立个人的风法 杀 全杀完了 我就一直这两天提出一个说法 你把这些官都杀完了 表现出习近平个人的人品本身上 有着相对不同于现在中共官员的 相对憨厚朴实的那一面 这是好的 但是把自己的憨厚与朴实的那一面 想重塑自己的威严 有点类似毛泽东树立自己形象的概念的时候 就错了 所以这是危险的 那可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这是因为我们一直说 哎 看不出这路到底往哪去呢 而他的操守这么果断 这么去惯 包括现在反腐的做法 没遮拦 对吧 已经杀到正部级 能源局的局长 那正部级 而能源局的局长 其实跟李克强配套的 这个直接点名 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是配在一起的 而那个矛头冲向了周永康 曾庆红 这样一连串的江家人 而点名中一栋呢 会冲向了这个江泽民自己的儿子 此外 动到能源 动到能源的话 就会动到李鹏家族 这确实是有这个方向 那他习近平还真敢干 说实话 实名被举报的这个 法改委的副主任的 这个实名的内容 我个人觉得真不是什么 什么 他可以管可以不管 我的感觉是这样 但是习近平干了 而这些官被调查 被中纪委调查 一定是经过习近平点头的 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析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苗头 原因就在于 其实BBC上前天有篇文章 就是老人干政的问题 老人干政就是指着江家邦 现在其实真正指的是江家邦 你向李鹏为了他儿子李小鹏上行 那简直就太水祸了 就是他的相对的影响力 已经走向衰败 但是整个十八大的这种老人干政 就造成了 其实间接的造成了习近平 现在的下狠手 因为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老人干政的客观结果 今天是要他去承担责任 所以他就变成了 必须与利益集团冲突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所以我一再跟大家分析 就是说习近平怎么做都成 但是关键点就是你保不保共产党 那BBC有篇文章 这篇文章直接提到的老人干政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透视中国老人干政时代的结束 而这里直接提到的 就是江泽民的排名 在杨白冰的出殡的葬礼上 排在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之后 那文章他上来是这么说的 他说不少分析认为 这可能表示素有长期凌驾于 中共政治局之上干政之称的 江泽民真正退下政坛 不再参与中共的决策和斗争了 如果江泽民真的退出政坛 那胡锦涛在今年三月两会 将交出国家主席的职位之后 将不能再干预习近平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这里只要提到胡锦涛 就属于在我的眼睛里 在政治分析上就弱了一点 就是在就事论事 我一再跟大家声明 胡锦涛就是个僵尸 在这里谈不上 他的裸退是他自己本身 秉性的特点的直接表现 一贯表现 其实人民日报的前副总编 笔名叫做黄浦平的周瑞金 曾经写篇文章讲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主政的常人政治时代 这个说法就是意思 就是习近平否定他脑袋上的太上皇 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是这个概念 但是另外一些学者不认同这种说法 认为这只是一种对外界舆论 对老人干政批评与压力所做出的姿态 并不意味着江泽民或其他政治老人 幕后操纵中国政治状况结束 我自己的看法也不是这个 而是习近平与江泽民所代表的老人集团 直接进行权力冲突和斗争 现在已经不是冲突了 因为十八大的老人干政 造成了今天习近平心里最窝火的场面 所以老人是他的敌手 而不是老人操纵他什么 而在十八大 在七个常委亮相之前 那是老人在操纵着整个中共的最上层的人事布局 而那个时候习近平是干着急没办法 哑巴吃荒莲有苦说不出 所以今天的操守是今天习近平哑巴终于说话 他在报复 他在向老人政治报复 所以谈不上结束不结束 而是我党的斗争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而文章里又采访了 这个动向杂志的总编张伟国 张伟国也认为不能简单的从江泽民的排名表象 就对中国政治舞台的变化抱有乐观的希望 所以大家就注意到 真正所谓老人干政 人们目标都盯在了江泽民身上 而实际呢 胡锦涛是吃了挂烙 而在这个老人干政当中呢 我们看到的实际是冲突了 文章里紧接着讲说 其实为什么提到江泽民是因为江泽民可以说是习近平的政治父亲 我觉得这个说法第一次听到 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就是由江泽民挑选的 更是因为由江泽民清点或江派的人马 占了18大政治常委中的压倒性多数 而这些人在资历和年龄上并不在习近平之下 这就有来头了 这就有点就是瞎说了 我们说瞎说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的所谓的政治父亲呢 你就等于是忽视了 根本就忽视了2012年整个的变化 我说的道理挺简单的 周永康的被拿下 九个常委变成七个常委 而在2月9号的时候 去年的2月9号的时候 江泽民第一时间把周永康卖出去 整个这个过程 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 是习近平认定了周永康跟薄熙来联手要做死他 这个成为了事实 但是我们曾经提过问题 周永康联手薄熙来做死习近平 对周永康有什么好处 周永康已经做完了政法委的太上皇 五年 他踏踏实实下去赚他的钱就完了 谁也动不着他 他犯不上跟薄熙来联手去弄习近平 薄熙来他有他的要求 希望有他的这个追求 而作为周永康是退休的 罗干前头有罗干已经退休了 没所谓啊 所以他干嘛要去这么干呢 而江泽民出卖了周永康 周永康又为什么呢 所以这个里头把习近平跟江泽民放在一起 再替江泽民说话 江泽民知道 只要习近平按照这个方向干下去 就一定做死他 而作为江泽民必须防范习近平 这就是我提出的说法 这个所谓压倒的这些多数根本就不存在 这都是障眼法 这就是讲整个江家帮在去年一年 是随着共产党的丑陋的一面的被暴露呢 他在走向完全衰败 这就是我曾经提到的 不是完全衰败的势力 就没必要去透过香港挑起来中日之间的冲突 这是曾庆红感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讲 不是老人干不干正的问题 今天是习近平跟江家帮之间 他不想冲突 也得冲突的一个真实的场面 然后在这篇文章里 他就提到中共老人干正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都是重复性的内容了 所以就没必要再说什么了 紧接着他就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对未来的影响 在对未来的影响当中 他引述的是周瑞金 同样是周瑞金 在这个阎黄春秋 今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里说 政治老人对当政者的制约 有的是正确的 有的则不利于新领导集体的主动担当 比如两届军委主席的延期比较 比如对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和陈良宇的处理 以及十八大之前所发生的这个薄熙来的事件 这里提的周瑞金他讲他用的笔名叫做黄浦平 我没查证大家朋友可以查证 我印象中在香港刘孟雄接受香港的阳光周刊采访时 提到的曾庆红的私人政治秘书也叫黄浦平 好像是是不是一个人呢 我们不能确定 但是呢他反映出来的 如果这样前后对应 如果真是一个人的话 大家就品出这其中的血腥的味道 根本不是老人站在习近平的背后 而是今天绝对是习近平与江家帮之间的冲突 而这其中包括曾庆红 包括原来的太子党都在其中了 但是力量的对比是非常清晰的 力量的对比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看到的现在的场面呢 应该是习近平确实有这个苗头 他在正视这个问题 他不吃掉江泽民 江泽民就会吃掉他 应该说现在是这么个场面 当然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 那我们看到的只是从事情暴露出来的真实的一面 报道出来的一面 我们分析其中之间的利与弼 但是有一点很清晰 习近平的软肋 就是如果他保住共产党 这就是他的绝对的死血和软肋 如果他能抛弃的话 他就赢了 已经就赢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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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